故事故事 只要你会说故事 没有你做不到的事 欢迎收听范可卿的品牌会客室 欢迎你收听范可卿的品牌会客室 是女巫悠悠 揭秘阴阳两见的神秘现象 这个名字很长 下集 上集你看过了 你又想说又很厉害 我说他小时候就看到幼稚园 就跟他引起老师的恐慌 我头发我乱 爸爸的恐慌 等等东西 对不对 好 于是呢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 而且帮助了非常多的人的一位专业的女巫 是 他透过的方法除了他自己目测 像我们上集参照 你可以看到光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现在光有什么变化呢 没有 差不多的光 差不多是光 对 头是紫色的 喉咙是蓝色的 对 但一个人如果身上呈现的是红光 红光满面 红光其实不见得是好的 红光在保持身体的发炎 OK 其实最明显就是如果你看有个人身上有点橘橘灰灰的那种感觉 嗯 那个就是他身体 不问题 不问题了 一定就是什么东西堵塞 其实 其实你是可以看到一个人生命就快要结束的样子 对 我们叫做看到死亡的气息 我们标准讲的就是死亡的气息 你有看过 有看过 有看过不少 我的工作嘛 多少会看到 那就 怎么办 你能说实话吗 我会跟他讲说你有什么信仰吗 哈哈哈哈 哇 以后如果又有问题说你有什么信仰吗 大家都知道该怎么 对 有什么信仰吗 要不要去那地方走一走 或者是该不该 对 无办法怎么说 怎么养眼开开准备投胎吗 是这样子吗 就是只能 只能跟他讲说 人生很多东西要有追求 这样子 你可以做一些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还有你有没有什么 想要爱的人还没告诉他 想要道歉的人还没说 该说一说 因为我跟你讲 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 跟范老师也知道嘛 我是 能够跟死亡接触的 我最 有些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休息 就会有那种来说 我希望你帮我跟什么 我的家人 在活在世界上的家人 说一说 什么 我说你自己争气一点 好好去托梦 不要叫我去讲这种事情 所以我常 大家都不活的时候 好好讲都要走 这件事我跟大家在说明 因为我们上一集讲的 又有些能力 除了占卜之外 又还有一个能力 他可以跟已经过世的人 对 那这个当然我今天在这里 可以公开跟大家讲 因为我是亲眼目睹 而且是我亲眼 请他 他曾经帮助我们的好朋友 是 他过世了 因为他走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跟他道别 很多朋友没有办法跟他道别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悠悠你可不可以帮我把他 这个再找 我们来好好跟他道别一次 我全程把他录影下来 看悠悠做了这些事情 那名字我们就不说了 他是一个知名人 知名的一个名人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看到他把这个人 找到以后开始做沟通 你是他不是附身 对不对 不是不是不是 那你的操作方法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呃我我现在有 那也不是观落音 对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种的 你用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就很像我打电话 我有个能力 我可以打电话 那达到他可能在的位置 这个就你就想他可能 第一个他可能投胎了 所以根本不在那个位置 OK 但是我就是打了看看 第二个 他听到电话响了 他要不要接 他决定 我不能强迫他接 第三个他接起来还要不要说话 这也很难说 也有他在这边 在这边不听 因为他有点 你到底是谁 你长得不像是法师 你也长得你都会说 也有这样的 还有如果这个人生前 他就不太爱说话的 你也不用期待说 他离开这个世界 你知道吗 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 突然偷偷不绝 也不会 也不会 真的 所以我就说 那真的就是 所以我都会跟每一个找我 像我比较没有在做这个 因为我真的觉得 大家活着的时候 好好跟人家沟通 但是呢 就是 我都希望说 你们在世的时候 跟家人多说话 真的多说话 不要在那个时候 因为我传达的话 你知道有一次 就是有一个 就是有家人 要跟那个老婆婆 告别 对告别 结果那老婆就说 我有留一个金项链 给哪一个孙子 哇 全家就赶快去找啊 找啊 找不到 就说 老师你确定 我那个奶奶有这样讲 我说 他这样讲 那我也不知道 他讲的 会不会他有老年痴呆 所以搞错了 他说他也是有老年痴呆 但是怎么样 后来他们真的有找到 找到了 但是不是金的 是一条白金项链 不是黄金项链 因为他会又一直找我问 那么抽屉地几层 就我跟你讲 像如果我有天走了 有人来跟我沟通 我告诉你 我没办法跟你讲这个 因为我自己现在活着 我东西放哪里 我都搞不清楚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你知道吗 人走着就变神了 没有这样子 他还是会搞错 会记错 所以 不过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讲说 因为我亲身体验 在我自己的亲人身上 就是我的岳父 他走了以后 透过了一个方法 告诉我们说 请悠悠把他找来 对 我的过世的岳父 那我们就 跟他接上线的时候 那岳父就交代我们一些事情 这我亲身体验过 不过这也不是悠悠的 其实这个 众多能力之中的一项而已 他一个很厉害的一项 就是他可以跟宠物沟通 跟动物沟通 前一上级说 他跟马沟通 对 跟狗 猫 基本上是 乌龟 我现在有一只 那个手工 我也可以跟他沟通 什么东西 手工啊 就是壁虎 壁虎啊 对 你可以跟他沟通 对 不过他没有想要跟你聊天的意思 他没有跟你聊天 OK 他只有说 食物呢 食物呢 为什么都没有吃的 然后 或者是 哦 我跟你讲 就是他 因为我那个手工 其实 我一直以为他是母 他就讲说 他就跟小女孩 叫小花 但我每次叫小花 小花 他其实没有太理我们 然后呢 然后他的 这个排泄物又很大 所以我常说 你这是应该一个少女 应该有的size吗 但他就 都没有在理我 就是很不屑 就是不屑 后来我最近知道 其实他是一个男生 我现在才知道他是男 你知道手工小的时候 看不出来的 他要到一个年纪 我不再看出来是个男生 所以你让他取了一个很娘的名字 你叫他很 叫他像小花 小花 现在要叫他花哥 但也是一个很诡异的 这件事就让我想起 我过去跟他曾经经过了一个经历 就是我陪着他到北京 跟一个女生 和我们面谈一些 他在中国大陆做一些节目的事情 是是 就这女生听到说 他可以跟宠物沟通 他立刻拿起来说 又老师 这是我养的猫 他最近非常的暴躁 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他一看那个猫就说 他不喜欢你帮他取的名字 就像你叫那个手工 叫小花一样 结果呢 他叫那只猫叫什么呢 叫他鸡哥 这只猫呢 是一个什么呢 他是一个非常 这个豪迈的大哥级的猫 但是你叫他鸡哥 他当场就翻脸 后来又有跟他讲说 你回家改名 他回家跟他道歉 跟他改名说 我从那叫你雅力山大哥 对不对 从此之后 那个猫就顺顺服服服 因为节目关系 我们讲不了太多细节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他跟宠物沟通能力 真的是非常厉害 而且我是透过 真正的广播节目 开call in 给全台湾各个地方的人 只要你拍 你跟你宠物的照片 过来传到我们的特殊电话 我们一看完之后 又马上跟他问 马上跟他解答 所以这种特殊的能力 请问你 你在跟宠物沟通的时候 是你把你自己降阶到动物的阶层吗 还是怎么样跟他沟通 其实我也 我怎么说 我跟他讲 我脑子里面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不是耳朵 是脑子 那狗是什么男生女生 没有他们就是一种声音 不是什么男生女生 也不是小孩 他就是一种声音 没有 不像大家想 哎呀哇 什么好可爱 也不是这样子 吉娃娃就长得就娃娃音 对没有这样子 松丝犬就长得一个什么熊壮的声音 没有 没有没有 就是标准的一个 你知道吗 就是 其实我不能跟你们解释 就是他是一个声音 他你听得到字 但是他没有真正的 很明显的什么 男生女生音调起 没有 但是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他在讲这个事 你就是知道 所以我一直在研究 我们大脑到底是怎么认知 这些事 是 因为以前跑到华西街 去看那个蛇 盘在那边 那个蛇就跟他讲说 我腰好酸 这类似这个意思 对对 不想说你的腰到底是在哪一段 你是哪一段腰 靠腰了 你 你这公伤 那好大的一条蛇 对呀 是不是 所以我说很玄 我想说 所以呢 这你要我怎么样 现在打开来吃 这样子 还是怎样 因为在这种 他的各项的功能当中 当他变成一个真正专业女巫的时候 你看到女巫都有一个东西叫扫把 这个扫把其实是 不是拿来做他的飞行器 你拿这个来做什么 这个是拿来做进化的 其实女巫的扫把有分非常多种 这种就是专门在做进化的 这是你自己手做的吗 这不是 这是我另外 这个不是 我有一个手做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就是我的工作室里面 我们有真正的手做 这个是特别去订的 然后呢 扫把 其实大家可能都以为 女巫的扫把是拿来骑的 其实我想 女巫没有在骑扫把 没有 好不好 你感觉 你大概有骑过那个很尖的脚踏车吗 你觉得骑在这个很尖的脚踏车 屁股会痛 对呀 我们看起来脑子有动吗 我们女巫是这样子的吗 其实那个扫把 还有一个木杆 就是一根木杆 那个就是我们的法杖 他其实法杖藏在扫把里 OK 那男巫师 他是一根 就是很明显在那边 那女巫师会会藏起来 那还有 他有个作用 就是因为以前常有 叫女巫猎人 大家也知道女巫猎人 那女巫要逃啊 从那里逃 去猎杀女巫的那个猎人 对 14到16世纪 前门后门被都堵住了 所以能逃就只有烟囱 所以大家常常看 女巫站在那个屋顶 是因为 女巫拿着哨把一路 因为他可能 我们台湾 大家没有用烟囱 不知道 那个烟囱囱里面 都会有那种灰啊 对不对 鸟巢都会在里面 对 所以他一边吐 所以他就是 一边当保洁阿姨 打扫打扫打扫 就要顺便找出出口 对不对 对 他会扶着那个哨把 在屋顶 所以他说 哇 女巫在屋顶上 结果不是 那是逃命用 所以现在这个 听起来哨把 也是扫除一些不好的气 对 他可以扫除很多 所以他哨把 有非常多的职材 所以你在我身上拍一拍 就我这气就没有了 对 就是张琪的 他其实就是这样拍啊 就这样 可以看到没有 哎呀 对 就是各种拍法 我们有很多种手法 不同的材质 都有不同的 有个黄麻 有些什么的 好 在 又有在这种 帮很多人去 排除他生命中一些的卡 帮他去解惑 当然 你在桌上看到一个 这个是被一个 上市公司老板 收藏的一颗 这个水晶球 放在这个地方 你解释一下 这个水晶球 看起来是 真正颜色是属于粉红色 对 它是粉红色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边看起来 如此之白 对 没关系 对 其实他这个是 有星芒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光 拍不出来 那个 他的星芒粉金 所以他有个光照 他会有那个 十字星芒 是 好的 粉金球 他其实真正的作用是什么 他真的作用呢 其实是 第一个 稳定能量 稳定能量 因为 这样讲好了 大家知道吗 粉金说能够遭桃花 不是因为他怎么样 而是因为 粉金的能量 如果你看他那波 他是比较缓的波 那那种缓的波 就是比如说 你如果是一个焦虑的女孩 谁想跟焦虑的 好躁欲的人在一起呢 所以你常碰他的时候 你就会有种 平静下来 就看起来是一个 就要被照顾 比较温和的一个人 好 所以呢 可是呢 他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 他可以 避免小人 你知道吗 就多一点贵人 避免小人 因为你的能量 是一个开放的 粉红色 好的粉红色 各位你要找 粉红分 荧光粉 还有这种柔和的 这种芙蓉粉红 荧光粉红是 辩论的颜色 它是有一种 想要占有 想要刺激的一种颜色 但是呢 这种润色粉红 它就是让你觉得 很平静 然后呢 让你会更好的人缘 然后小人 嗯 大家都喜欢嘛 基本上大家都喜欢 招善缘 对 毕小人 是 是 OK 所以在这个 女巫其实 说实在 他们有和他们自己 本身的一套的理论 你刚刚说 你们很重视 所谓的能量 对 我们很重视到什么程度 其实你看女巫 那个童话故事有分嘛 女巫其实有两种 一种就是 很老 那么 卖苹果的女巫 老老丑丑 你看有些 那个格林童话里面 很多 那鼻子尖尖的 对对对 那种 是那种 就是女巫 对 那种就是美的 当然 很有智慧的 不是念不到的 何必 没事 何必如此羞辱人的 造成很多口夜的女巫 另外一种就是 看起来会比较年轻的 那分两种 为什么我们有些女巫 你看我们会有很多法器 是因为 像我们这个派系的巫师 我们讲的就是 不要用到自己的能量 因为 所有的魔法 它都是 你知道吗 一个东西生了 另外一个东西就有消亡 所以我们会用 比如说水晶 会用仪式 会用器材 借的能量 对 借这个能量 去做这件事情 那但有些女巫 就用自己生命的能量 来做那样的 那 你好会敲我 也真的不错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进化的能量 这是进化的 是的 这个进化能量 因为在我们家呢 被在这证实 我的太太 因为有比较特殊的一些体质 他以前车祸受伤 所以腰那个地方 比较弱 那我带他去中国大陆 特别到一个城市 叫南京 OK 南京发生过一些历史事件 你们大家都知道 那当然去之后呢 他有的时候 常常就在 跟我住在南京里面 突然 腰就直了 没办法走路 而且是非常辛苦 很痛苦 我们在那边也没办法处理 回到台湾之后 立刻又有 就请他的先生 他的先生是一位驱魔师 他们俩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是驱魔师就帮我的太太 用一些法器 这些东西 像刚刚敲 或者某一些方法 做了一些仪式之后 半个小时 就不见了 嗯 对啊 屡事不爽 因为如果你用担心卡印 这个事情 这个我们的经验 就是注意一下你的脊椎 从下腰 对 下腰到肩颈 那个很准 是的 一直都觉得很怪 还有 我们有时候建议 你可以试试看 像你摸一些东西 这样子摸 或者是圆的 你看你能不能很感觉到 很直接的感觉 哦 他是锐利的 还是你就要隔一层膜 如果你有感觉 隔一层膜 或者那种反应比较顿 你可能也遇到不干净的东西 因为他是在你的 他其实在你的脊椎那边 他附着在你的身上 他要感知你认知世界 因为鬼魂感知世界 和你肉身感知世界 是不一样 所以他为什么要附身 就是这个人 等于说他偷用了你的 这个Wi-Fi频宽吗 是这样讲吗 偷用你的频宽 这样 没有 他是要一个病毒侵入 对 电脑城市里面 对 他就在前面这一层的 interface上面 占据了 是 让你觉得隔了一层东西 对 正隔一层膜 所以他也会常常 感官认识上会加迟钝 除了 因为除了这些能力之外 他还有看风水的能力 是 他到一个地方来 可以感觉到这个气场 在这个气场当中 他有什么样的能量在流动 是 可以这样讲 对 对 看风水这件事 牵涉到什么 财卫 运势 还有办公室里面的人 还有家里面的 这些的家运 等等的东西 那很多人 这个大师说什么 东方朝哪里 西方朝哪 南方朝哪 北方朝哪 女巫是这样看的吗 没有 我们是看你那个能量 他有没有顺 其实他就是一股能量要顺 然后他在你 有些地方 就是我们知道 那所谓就是人家 东方讲财卫 我们也有讲之后 他就是那种 什么 金银岛 宝藏香 这种地方 这个的能量 他能不能稳住 不然他会被冲刷出去 因为他是一个 流水的状态 他冲刷出去 还有每一个人 其实自己命运 都有一个财 钱财 我觉得西方的很有趣 他是讲说 你一定会有钱的 你像一条河流一样 一定会有钱 但你的 如果河床已经淤死了 你的钱只要 超过一点点就流出去 他没有办法存住 所以我们常常讲 我们的 我们的招财 或者我们的什么 就是把你那个河床挖身 让那个钱财能够顺 不是把蹄房租高一点吗 没有没有 要挖身 要挖身 而且他的意思就是说 河流里面充满了金币啊什么 所以你人生不要太小气 你要愿意分享 你分享会越多 他们钱财是很小的 你要灌溃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 你拥有这么多奇特的能力 对你有没有什么困扰 以前不讲了 以前可能爸爸误会 老师觉得你是怪胎 还是怎么你自己的一些的 这个犹犹豫豫 挣扎 所以现在对你来讲 有没有什么 我像你帮助很多人 那你现在有什么困扰 就是困扰 就是有些时候比较累一点 真的 所以我有时候要闭关 我必须闭关 然后必须重新理清楚 而且 我觉得自从COVID-19开始之后 那个 能量是很乱 大家也知道吗 现在天气也乱 什么东西也乱 对我们这种人 是很 那个很影响的 比如说我以前看到 看一个人 我看到他的人 我大概可以看到他前世的样子 大概 我现在可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他前世的样子 而且还有他好几张脸 所以 我一直都有个问题 我说我是脸盲 我其实不是脸盲 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看的 你是哪一张脸 对我常常不知道 那这样讲的 就是你的大脑 你会开出很多个视窗 对我开很多视窗 那你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他 嗯 不确定 而且不确定他是哪一个人 所以一个人的脸 这张脸 跟他你看到的脸 他内心里头 可能有另外一张脸 对 可能是很慈祥的 可能很猙獰的 很贪婪的 是 或者很可爱的 是 会啊 不可能 对就好像你好像很多人格 我同时看到你很多人格 我同时 你不是突然出跟我交往的时候 你是一个人格 你私下又是一个人格 或者没有 我是突然看到好像六个人在我面前 那我是什么人 疯狂的人格 大哥 大哥的人格比较特别 范老师的人格比较特别 他其实有非常儿童的人格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智者的人格 智者 知道吗 然后有一件他很特别 他有个反叛者的人格 就是没事叫反革命 就是这条路直的 他不要这样走 我就要就弯弯绕绕去试试看别的 然后呢 再 这叫闯关 OK 闯关型人格 闯关型人格 而且他就喜欢 所以我们这一条路在上面 比如说一条路在上面 下面有可能一个盒子 他就一定要去看那个盒子 好奇人格 对 所以我可以看到他同时这件事情 那我现在重点是 有时候对我而言我要分析 比如我们在做占卜 我就要知道你可能会走到哪一条路 这对我很重要 所以我要看你的人格哪一个是比较强 是的 在生命当中 大家就知道 我其实身边很多的朋友 都因为我的关系 我介绍他们跟悠悠认识 他们很多人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因此而在某一些的判断上 某一些的路途当中 少走冤望路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 判断力很重要 对不对 少走冤望路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介绍这一位悠悠 你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他大量的一些资料 而且他是一个心地很好的人 没有什么人生 有什么疑难杂症 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来找悠悠 悠悠都很愿意 尽他所能 在他没有在闭关的时候 对对 闭关有办法 还有没有在家里面打孩子 叫孩子 谁可以打孩子 教育小孩 没有没有 教育小孩 还有帮小孩做功课的时间 真的 他都会帮助你 把你的人生找到一个 可以给你一些指引 给你一些方向 那么生命当中 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里面 真的你不知道明天意外跟死亡 哪一个会先到 对不对 你都不知道的 未知的 我们大家对未知都这么样的好奇 但是生命有个像悠悠这样的 一个真的是个高知识 高知识水准分子 所带来的一个 在另外一个世界 神秘世界的一个指引 谢谢悠悠老师 谢谢 发言可亲的品牌会客室 在这边先跟大家说 拜拜 那么想要联络悠悠的 你自己去打悠悠心灵角落 不要来找我 我也不是agent 来一个电话号码 对不对 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各位 祝大家平安 一切顺利 拜拜 拜拜 拜拜